由楊光珍愛青少年關懷協會 所來生日的青少年孟工廠 當年來為青少年努力進出各種好理 竟是為生活活動 幾月後放到以後會等溫習公開的地方 剛才有幾天來幫忙福德科學以外 也會準備澎湃的晚上 協會也安排在業客廷 讓這個地方生日在地活動的快樂天地 由楊光珍愛青少年關懷協會 所來生日的青少年夢工廠 現在古典是為在新化區來 每一天都有很多附近學校的學長 在下課後的前往 不只是來這裡可以下公課 也有幾天會前來福德 讓大家可以檢控教科學 我們一開始是在山區那邊做課後輔導 那是因為說我們的孩子 在國小畢業之後到了新化 那開始有些行為偏差的問題發生 那我們就認為說我們的整個服務部 應該只有局限在山區 這樣對孩子一個照顧 那在國中之後的一個階段 我們也需要提供一些 他們一些生活上面所需要的一些服務 所以我們就預然決然說 從山區到了四區這樣子 你來到這個地方不僅是有課後的福德 竟然是準備後晚餐讓大家平常 也對國中醫生的學長帶來後不一樣的 在意課程 讓大家下課後的行為可以過後更加豐富處理 最基本的話 是國小生在這邊一定可以先完成作業 再回家 讓家長他們回到家裡面的時候 不用再煩惱他們孩子作業寫完很沒 後來我們因為有一些資源進入 所以我們有提供晚餐的服務 所以他們就等於說來到這邊 他們可以先吃飽飯 然後寫完作業 然後回家之後可以剩下的時間 跟家長做一些互動 那國中以上的學生呢 我們就開始有提供一些像樂團 然後才藝的一些課程給他們 青少年夢工廠生理到現在 雖然說不是很長的時間 不就稍微提供的家長和家長 提供了一個相當優秀的空間 不僅是大人不可以放心 小人一定是可以快樂成長 先為了一個大家都感到他的天地 記者跟家民先看哭彩 宏寶堂